大家好,我是來自台灣的俊達 我想說在這個課程裡面 七天之後又加碼了11天 讓我真的能夠很深深的體會到這整個過程 尤其是在最後要離開的一天 我去了阿魯拉扯拉 然後只有我一個人跑到了幾乎快三點的地方做Meditation 可是在那個時候我感覺到一個很有趣的事情就是 當我要離開的時候我發現 他好像就是我忘記他 我對他有真的很深很深的一個眷戀 就是我捨不得離開他 所以我覺得這個課程真的讓我有一種 可以跟大師借信同意的感受 可以從他小時候 他可以從人的時候的一起生活吃飯 然後到他變成感覺他是神的時候的做法 然後跟他的親友好友跟他經歷所有的人 一起經歷這些 他們所說的就好像我一起經歷一樣 這真的是 真的不是一個言語以外形容的東西 尤其是當這些東西全部進入到我的身體裡面的時候 當我在面對走火的那一刻 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一個很自然而然的舉動 就是走過去而已 完全是很開心的走過去 你完全不會體會到任何的事情 你就是這樣子 喔地上是紅色的耶 然後我就走過去了 對 所以我就真的是覺得 這個課程真的 它不是一個課程 它就是一個點話 因為它 真的是強大到沒有辦法形容的一個點話 對我也很驚訝 你昨天走了不止一次吧 其實 其實在走完之後我很害怕 因為 我怕 我覺得我好像腳會很痛 我沒辦法再走第二次了 可是 不對啊 這不是我應該要的狀態 所以我就一直走一直走 然後走到說 喔 其實它就是這樣子而已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要去害怕它 但是 它就是一個 你沒有必要去做任何反應的事情 因為它就是在一個 呃 一個非常強 真的非常強的一個場合裡面 對 然後你可以 不斷的去體驗你自己的感受 尤其是做檸檬穿刺的時候 其實我那個時候感覺到一個 很深很深的憤怒 卡在我的胸腔 橫隔膜那裡要衝出來 可是我可以清晰的感受到 它並不會衝出來 但是它給了我很大的一個感受 跟認知還有一個能量的過程 就是 讓我的腳底整個麻到一個不行 然後你走過去其實 你是完全沒有感受的 你說檸檬穿刺的那個感覺 是怎麼回事啊 就是心口堵著一股 恨嗎 就是 你很討厭那種 被人家用針穿過去的那種感受 那種感受 造成了我一個內心很大的憤怒出來 然後有一種想要大吼 然後發泄的感受 但是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可以清晰的感受到 我就讓它感受 它想要做什麼 我都沒有回應 我只是很清晰的感受 但是那種感受 是給了我其他的身體部位 這個 這個就是大師講的 這個檸檬穿刺的背景 其實我覺得 你的這個案例非常的經典 因為可能大家不能理解 為什麼我們要自虐這樣 但是就是大師講 你是會下意識有反抗情緒 就是暴力會出來這樣 因為你覺得自己被暴力這樣 但是如果你是在有意識的 就是讓自己把這個暴力情緒掀起來的時候 你就會冷靜的對待 就像你這樣 你的內心有一股反抗的力量出來 但是因為你是有理智的那個時候 你沒有失控啊 所以就是有意識的在去面對它的時候 你就可以消掉這個業力啊 所以你以後再如果被人 傷害到你的身體或者是 甚至傷害到你吧 你就覺得那個有憤怒那個情緒就會沒了 就是大師說這樣是幫我們消業力 就是消憤怒感的最好的方法這樣 而且有時是憤怒那時候 當你想著要跟師父同意的時候 哇天啊那個像洗澡一樣 而且現在大師好像出來 但是我們快一點講 因為我還是覺得比較好奇 你有特別特別想跟大家分享的一個 或兩個細節嗎 就是這個課程你經歷到 讓你覺得印象非常難忘的 老實說經過昨天的走火 真的就是最難忘的 那個其他的都不算了 那你再分享一個第二的排伴 第二跟第三的 大概就是有一個升マ迪 就是伴拉哈拉的傻伴 那那個大師的伴拉哈拉 他的流石師父的那個 也不是傻兒 就是他經常l 以前經常坐著的那個地方 對對對 那个地方的能量的洗澡真的是让我没有办法忘记 因为我跟他求他一直灌进来一直灌进来 然后于是我就做了三天的流食 真的吗 那个时候我所有的疼痛啊不舒服啊 因为你对因为俊达一开始来 就是解毒的效应吧 然后就身体不舒服这样 然后他就做流食 他就有你跟我讲你是有一个意识这样告诉你 你要做流食 然后你就正好在这个想法的时候遇到大师的 他的流食上师所在的地方 然后他就给你打赏这样对吧 对对对真的 然后就给你力量让你做了三天就把这个痛给消掉了 那个胃整个一直在滚啊一直滚 一直能量一直进到胃里面的感觉 就是不一样 那然后大师的成长故事当中 有一点让你觉得很受启发 就是你觉得他走到你心里的 有就是肥皂要收好 然后肥皂要收好 包包要考上看 不如要偷放东西 大师的大哥分享的故事 我们现在 哦哦哦观众们 我们和大师见面的时候跟他私聊这些 然后他笑到不行着 大师自己也在笑 他就突然从神变成人的形象这样 真的 但是我觉得大师的精神有让你觉得 就是我们在课程中一直分享的大师 对他为什么是阿凡达 他和别人对啊 他成长经历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觉得这个课程很重要 就是让我体会到阿凡达跟人真的是不一样 因为他从小至始至终 他都只有走同样的一条道路 就是他的目标永远不会变 他做什么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止他 那种感受真的是你只有来到这里你才能深深的体会到 所有人每一个人讲的都是一样的状况 他要做什么他绝对会去做 而且绝对做到 而且从头到尾 一直做同样的事情 从来没有变过这样 好的 大师的电话开始了 那我们就赶紧回去接受电话 然后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 谢谢俊达分享 你叮叹叹